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個很新鮮的器材呢 它的名字叫做 DCP 全名叫做 Delta Coffee Press 但我想這麼長的名字應該也沒什麼人記得啦 所以我們就叫他 DCP 就好 那當然網路上呢 還有很多人稱呼它為什麼鴨什麼鴨的 但我還是沒有聽到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名字 所以我們還是稱之它為 DCP 就好 那 DCP 是澳洲一間咖啡器材公司 在牧師品牌上面成功募資的商品 那它問世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使用者才剛剛開始累積 一般人習慣拿它來和愛樂壓做比較 但其實兩者之間的沖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 愛樂壓是浸泡系統加手壓力 那 DCP 是濾泡系統加手壓力 因此風味的表現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拿愛樂壓它做對比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意義啦 不如把它當作一個全新的器材 是更有價值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DCP 的組成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過濾蓋 裡面可以放濾紙 第二個部分是中間的萃取室 咖啡粉就在這個部件和熱水接觸做萃取 第三個部件是活塞 熱水就放在這裡面 藉由往上抽水就會進入萃取室裡面 你就可以依據你自己喜歡的量分量給水 那相信大家看了以上的介紹呢 還是完全不懂的 因為它的使用方法是比較特殊的 但其實我們直接使用一次以後 大家應該就可以比較快速的了解它的基本使用方式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第一次示範 那第一次示範的流程會比較簡單 主要是讓大家了解 DCP 怎麼操作 那我們先把這個蓋子打開 然後蓋子呢 就裡面可以放濾紙 然後第二部分呢 是我們的活塞的部分 可以先放旁邊 然後這是我們萃取室的部分 上面有刻度 就可以了解說要用多少CC素 然後這邊這個是它特殊的專利的部分 你必須用壓的部分才能分段給水 那我們怎麼使用呢 好 先把濾紙的部分放到我們的蓋子上面 先在旁邊預備著 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萃取槽的部分 然後把咖啡粉倒進去 我今天使用了15克的咖啡粉 15克 它大概可以裝18克到20克 裝到滿滿的 把蓋子蓋上去 然後轉緊 然後使用研磨度呢 大概是一般的磨豆機大概3左右 那如果我用哈利歐磨豆機 是用20左右 轉緊以後放上去 然後呢 把你的活塞這一根放進去 然後先放到最底 因為待會往上拉的時候呢 水就會往下升 然後呢 隨便好你的碼表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熱水 95度的熱水 然後粉水筆呢 是15克的粉 然後我水先加200CC 好 給水 我們給到目標200CC在這邊 好 就給水 那你給水的時候不用太緊張 因為呢 現在的水並不會跟粉之間做接觸 你必須把你的活塞往上拉了以後呢 那才會做接觸 所以剛開始不用太緊張 OK 好 那剛開始呢 我們準備往上拉了 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線 我們先把這個活塞 拉到50CC這一條線的以上 就等於說放50CC的水下去 跟粉做接觸 好 我們先往上拉 然後可以拉到50CC的部分 好 然後這邊的水 是不是看到 它就會跟 還沒經過這個 就少部分的水 會慢慢的跟粉做接觸 那你部分的水會下來了 那這時候呢 大概等了5秒到10秒以後呢 讓粉跟水接觸一下以後 我們就輕輕的往下壓 好 好 往下壓 好 可以看到 我一壓的時候 水就會下的比較快 那這是第一段的部分 那第二段的部分呢 好 我們再把水 第二段的水放下來 然後我們第二段水呢 我們點到100 拉到這條線是100以上 對不對 好 100 多一點點 然後呢 第二段呢 我們快速的往下壓 快一點點 快速的往下壓 好 去開始進行 做萃取的動作了 好 然後壓到完 最後還有 剩下最後一頂的水 那我們一樣 往上拉 好 把最後的水呢 緩緩的 先等待大概10秒左右 然後緩緩的往下壓 好 這樣就完成萃取了 那看完了基本的使用介紹以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 它的方法其實就是 把粉裝進去 然後呢把水放進來 然後往上移動活塞 然後水就會下去了 然後你再往下壓 水就會從下面下來了 那你要分幾次都可以 其實就那麼簡單 那它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主要還是在於是 那我要分幾次給水呢 那每一次給水 要不要等待時間呢 那壓的力量和時間 是個別是多少呢 那這當然就是 DCP 的有趣之處了 因此呢我們來看第二次示範 是學長推薦的 果酸強化的版本 它細節會比較多 那我們原則上呢 粉水筆的部分會稍微再強一點點 所以我這次使用的咖啡粉呢是18克 好 先把蓋子打開 蓋子上面呢我們放 把栗子放上去準備好 然後這個萃取式的部分呢 把咖啡粉放進去 18克就差不多快要滿了 但是還沒有滿 放進去可以看到 已經是比較多的狀態了 好 稍微輕輕的 把蓋子 蓋到我們的上面 鎖好 稍微晃一下 一樣是用95度的給水 然後用200cc的水 所以這次的水粉比呢 其實是1比差不多1比12左右 1比11點多 好 會比較濃一點 但是風味上面也會比較有層次 好 我們開始給水 一樣提到200cc 提到這條線 但這種組法呢 我覺得在層次的表現 果栓的表現上面 都是蠻不錯的 很有意思的 OK 200cc 然後呢 我們配合一下 Timer 好 按一下Timer 然後我們第一次給水呢 給大約是30cc左右 所以呢 我們輕輕的往上拉 好 30cc左右的水 然後輕輕的往下壓到你的水裡面 輕輕的壓齁 不要太快的壓 這一段目的呢 有點像是手沖的 燜蒸的部分齁 讓我們的水慢慢的 跟粉吃進去以後呢 讓它能夠吸飽 讓粉的抗煮變強一點點齁 所以我們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大約是抓20秒到30秒 好 慢慢的擠進去齁 讓你的水呢 慢慢的被粉成吸進去 然後呢 你不要太用力壓齁 太用力壓呢 這一段的風味呢 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好 慢慢的 大約花20秒到30秒的時間 讓你的粉成吃飽的水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燜蒸結束了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要一次給100cc 100cc 一次拉到100cc的位置 然後這一段注意喔 一口氣 快速的 讓你的粉 吃 萃取 然後把水擠出來 這一段主要目的就是 把你的酸桿做足 好 然後第三段呢 做完以後呢 第三段 我們一口氣呢 把剩下的粉成 剩下的水 好 這一段呢 就是用慢慢的方式 好 為什麼呢 這一段我們要做一點甜桿的部分齁 我們慢慢的給 給一點點進去以後呢 好 讓它稍微浸泡個幾秒鐘 10秒鐘左右 好 然後呢 再給一點 好 給一點 好 再讓它萃取一下 這個等個10秒鐘 這段目的就是要把甜桿做足 好 再給一點 好 休息一下 然後分了3到4次 就像斷水的方式 那你的風味呢 每一次呢 會堆疊上去以後呢 甜感會比較足 好 好 最後一次 好 最後一次 好 一次 一碗 整體時間呢 大概是2分5秒左右 跟我平常的 手沖其實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呢 就是有點像是 以手沖的觀念 把它放到BCP裡面去 但喝起來的狀況也是不太一樣 但是這樣的做法 其實非常的有趣 看完了以上兩次的示範以後呢 應該對這個器材有點基本的認識了 那如果你玩過愛樂壓 你可能會覺得 DCP的觀念是蠻奇怪的 那實際上這兩種器材 除了都要壓以外 它其實萃取觀念呢 都不太一樣 因此喝起來的風味特色 也是不一樣的 那DCP最新穎的地方呢 就是結合了手壓力和綠炮系統 讓它成為一個全新的概念 確實和手沖的萃取觀念呢 是可以靠攏的 如果各位是手沖的愛好者們 其實真的蠻值得你去聽 挑戰的 那今天DCP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了齁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也歡迎分享和訂閱 那今天的尋找開箱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